整个结构的搭建 那么例如在桥两侧我们看到的 这橘红色的竹篮 每根竹篮的重量呢 是由那桥也成为了 亚洲第一的 亚洲山区第一的单跨钢航蓝选手桥 那么在茫茫的群山之中啊 修建起如此雄伟的一座大桥 其难度是非常大的 无论是材料的运输 还是5000吨左右 那么每根竹篮呢 又是由179根部件组成的 每根部件的重量 平均重量都是在30吨以上 那么要把这些部件 从县城沿着蜿蜒的山路 运到施工现场 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通过370多台大货车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另外我们看到啊 这桥面它下方 其实是由75根刚焊凉 刚焊凉段组成的 每根刚焊凉段呢 它的重量是在180吨左右 要把这么一个旁然大物 掉在半空中 并在半空中 作业进行对接的话 其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么也只有实现了 几乎是零误差的 无缝对接 才可以保证 大桥 桥面 它的一个平顺 那么对于老百姓 尤其是广大驾驶员来说 大家最关心的 其实是这座大桥 它的安全性 那么据了解啊 就在几天以前 检测单位任何的变化 另外呢 在动载测试中 同样是使用大货车 在桥面上进行了 急加速 急刹车等操作 那么在动载检测中 大桥的桥面 它的防滑性 以及强度表现良好 清水河大桥 其实是连通贵阳 到前南州 汶安县的 贵汶高速的一部分 今天清水河大桥的开通 贵汶高速的开通 也使得原本从贵阳到汶安的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被缩短到了 移者 贵州成为了我国西部 第一个实现 线线通高速的省份 那么多年以来 严重制约多米 而最大的高度呢 是将近500米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这座大桥 它的跨度 一个小时以内 而对于清水河两岸的